多年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互联网的角落曝光许许多多奇怪的视频 有些是您必须亲眼目睹才能相信的事件 有些则是荒诞离奇的可不甚物 但无论真假,请好好享受这些显为人知的恐怖片段吧 第十个,管道奸笑 一天,一个叫做帕克的男人准备在野外探索一条废弃的下水道 晴朗的天气为他提供了优秀的照明 起初,一切都很正常 他自顾自地朝里走着 当他走过某个宽敞的角落时 他似乎听到了前方有某种生物发出了敌名 他停下来好奇地询问 有人吗 但对方并没有理他 他决定继续前进 显然他已经进入了某个捕食者的领地 从黑暗中很难看清这个生物的轮廓 但能确定他有细长的双腿 一双夜市动物的眼睛 能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奸笑 这绝对不像是正常野生动物发出的警告 很庆幸怪物没有追的 他决定出去后和朋友重新探索这里 但很可惜我并没有找到视频的后续 第九个 假扮 这段可怕的录像是在夜间在办公室拍摄的 一名男子正在两台计算机之间工作 紧接着就听到一声巨响 他好奇地向门口张望 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他离开座位检查整个房间 但什么都没有 他从地板上捡起什么东西 也许这就是造成噪音的原因 他关掉了灯 但就在这时 过了一会儿 房间里的灯又亮了 一个黑影的倒影出现在了窗户里 不论它是不是恶作剧 请记住 千万别一个人深夜在办公室假扮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遇到这类事件 第八个 史诗鬼 2019年 一个叫做伦纳德的巴西男人 听到他家附近有奇怪的噪音传来 随后便是一声泪似狼的叫声 他好奇地带着手电和相机出来探索 一开始手电并没有照射出什么东西 但随后 隐藏在黑暗中的类人生物便出现了 生物一开始躲在瓦砾后 似乎在嗅探着什么 他很快发现了手电的位置 有人类的存在准备对猎物发动袭击 男人惊恐地退回屋内并关进了门窗 定格视频 为之生物或许与各苏鲁神话中的 食尸鬼的样貌有些类似 如果这是真的 那可太吓人了 在现实中的阿根廷 人们也发现了类似的生物 我不确定这俩是不是同一种 但显然 人们对这些视频知之甚少 由于掌握的信息很少 但能确定的是 这类生物存在南美洲的不同国家 第七个 玩几件 如果你的爱好是狩猎 请带好你的装备 否则你就会像这位老兄一样 一个加拿大男人准备用GoPro来记录 他是如何捕获小动物 但很不巧 这次来的可是个大家伙 随着远方黑影的不断靠近 一只黑熊正朝他咄咄逼近 他没有后退 反而是准备用他的木剑来对付对方 我不确定这个男人的精神 是不是有问题 还是他认为 这种一只手就能掰断的木剑 能射死黑熊 和预想发生的一样 镜头被打落在地上 之后便传来一阵啃噬声 众所周知 熊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除非他受到了威胁 也许这个男人活了下来 但难保他还会做出如此愚蠢的行为 第六个 四不像 2021年9月 有人在雅买家发现了这种未知生物 也许背景是在海滩上 他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子里 整张脸和整个身子都是一抹淡黄白色 他的眼睛要么不见了 要么空着 嘴巴很可怕 张开的嘴里长满了锋利的牙齿 身体则出乎意料的长 看起来几乎像一个畸形 或未进化的人类形态 身体有肩膀和细长的手臂 有一个看似破碎的胸腔 或是被拦腰截断了 腿的末端 像人类的手 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动物 如果能把它称作动物的话 当然 如果你知道的话 请务必告诉我 第五个 小心身后 在日本民间传说中 妖怪是出现在一系列表现形式中的实体或精神 从变形者到人形 再到无生命的物体 他们还表现出从恶作剧和恶意到乐于助人的一系列行为 那么这个妖怪会是什么类型呢 视频由一个叫做Sandbox 10的用户于2020年6月发布 我找不到这个视频真正的来源 这名男子和女友住在东京的公寓里 奇怪的事情不断发生在他们的家里 在剪辑中 他进入厨房发现一大堆盘子散落在地上 盘子开始在地面上向各个方向移动 柜台上的一些甚至砰的一声跳到空中 男人和他的女朋友想知道这会不会是疑似于震 但是那些盘子四处移动显然不自然 男人从地上捡起一些盘子后站了起来 而这张脸出现在他身后 他和他的女朋友尖叫着逃离了现场 第四个徒手抓蛇 几个青年在城市的下水管道中发现了一条蟒蛇 他们决定将其捕获 很快他们带来了一张大蟒和捕蛇计 其中一个表示工具太大施展不开 他决定亲自下去抓蛇 朋友们还在劝他不要这么做 太危险了 但他还是继续他的想法 他用双手用力握紧蟒蛇头部 蟒蛇似乎还在挣扎 很快他开始喊叫 我需要帮助 朋友将他拉起才勉强摆脱困境 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 很难说他能不能成功上来 第三个入侵者 一名男子晚上回家后 听到浴室里传来轻微的响动 他的第一反应便是有人或者动物 闯入了他的家中 随后他用相机记录了这一切 这似乎是一个裸体的 没有头发的男人 但对方发光的眼睛 似乎在否定这一答案 入侵者发现他后便炸了起来 你或许会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右边 但请注意还有一个类似的入侵者 我不清楚后续如何 也不知道这两个入侵者 为何出现在他家浴室 因为视频到此戛然而止 第二个午夜访客 2017年夏天 一个叫做理查德的男人 在他家后院发现了某种奇怪的东西 一个驼背的大型白色类人生物 在他的屋子后院徘徊 而他正在打电话 给一位名叫麦克的朋友寻求帮助 而正如理查德描述的那样 生物似乎不时地嗅着空气 好像他可以检测到附近某人的存在一样 他当然具有捕食者的构造 但出于某种原因 他全身抽搐颤抖个不停 似乎正犹豫要不要继续前进 开始生物与他对视着 接着逆藏在了黑暗中 麦克用一种听起来很古老的语言 说出一串单词时 类人生物抽搐的更加厉害 如果这不是某种未知的存在的话 那么他一定不是个正常的人类 如果你想知道 为什么理查德会打电话给他的朋友 而不是警察 我也在想同样的问题 最后 这个生物偷偷溜进了他来自的森林 这个事件看起来很有说服力 没人知道 这到底是一个类人生物 还是刚从医院逃出的疯子 如果这个视频给你带来了刺激和好奇感 请不要忘记点赞关注 准备好面对第一个了吗 第一个 冰层秘密 在加拿大靠近北极圈的某个地方 杰森和他的朋友正沿着一条结冰的小路行走 但眼前见到的让他们大势一惊 这是某种从未见过的生物群落 它们看起来柔软 松散 但在触摸时几乎没有反应 巨大的圆形冰块 有数百个形状 奇怪的弹状物体正在融化 在冰层中 像是密密麻麻的堆积着鸡蛋大小般的某种幼虫的卵 这些微小的生物都整齐的排列成令人毛骨悚然且向外辐射出原形 杰森开玩笑的说 或许是某种外星生物的巢穴 但也有评论认为 这种现象是由有人用来融化冰层的软水迹颗粒造成的 这与道路沿的作用方式非常相似 所以你认为这是否是某种稀有物种的孵化场 还是人为弄出的冰掉窟窿 又或者你有更好的解释 我是明天 每周都会上传一些视频 刺激你的好奇心 最后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